中国意外地向菲律宾发出了军演的要求 轮到马克思左右为难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ouch 我是卢中程 从今年2月份开始 菲律宾向美国倒戈了 背叛了东盟的原则 这一度让整个东南亚的救援政治陷入洞杖 从后续几个月 中国在南海的反应 无疑让菲律宾重新变得冷静了一些 在6月底 菲律宾军方换帅之后 中非关系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日前据美国媒体CNN对外报道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举行了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的招待会 受到了菲律宾军方的高度重视 参会的菲律宾新帅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罗密欧布罗那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中国大使在招待会上向他提出了举行两国联合军演的邀请 不过不方便现在透露 他们还需要研究 这个事情在国内报道之后 觉得菲律宾军方亲美是注定了的 而菲律宾驻扎的美军也是短时间内赶不走的 这个情况下我们中国还邀请菲律宾搞联合军演 未免有点不合适了 尤其是军演过程还可能让菲律宾探查到一些我军的机密数据 坦算的是吧 中国向菲律宾发出邀请绝对不是拍脑袋决定的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绝不是像外界想象的一样会导致我军的机密数据泄露 这个实际上更像是一个阳谋 不怕拜登他不入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 虽然站在我们的视角里面 美国和菲律宾狼狈为奸 但是狼和背还不是一个物种 也就是说双方其实都有着他们自己的心思和打算 美国正处于系统性的衰落之中 很多国际战略已经凸显出了美国并不那么自信 那么他们对菲律宾其实也是带有一种怀疑的心态的 而猜疑链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了 尤其还牵扯到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我们中国现在向菲律宾发出邀请 无非就两个结果 第一菲律宾答应了 而无论事后菲律宾如何解释 美非关系之间的裂痕那是注定的了 尤其美国现在还特别不自信 那么美国对菲律宾的策略很可能就转为威胁打压 以达到令对方完全臣服的力量 这对菲律宾未来的选择必定会产生影响 哪怕菲律宾心甘情愿给美国当狗 可未来一旦中美动手 美国设计到战术战略安排 势必都要避开菲律宾 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东南亚战场 美国阵营出现配合上的问题 这对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机会 第二个可能 菲律宾不答应 那就代表着菲律宾扯出来的所谓那些 菲律宾是所有人的朋友 不与任何人为敌 那就纯粹是谎言了 绝对的亲美政权 势必导致和东盟进一步的割裂 甚至会被排挤出东盟 这对我们中国来说 也并不是一个坏事情 尤其是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 动用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扩大南海防御网的覆盖范围和强度 所以不论菲律宾的回答是哪一个 其实马克思都将会左右为难 各位网友说是不是呢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